大家好,最近我看石头鸡的节目 他经常展示一下他的枪械 另外他也给大家讲一些家房的理论 我觉得他讲的还行吧 但是我今天想给大家提供一个跟他不同的思路 特别是对这种house,就是你住的这种独院 实际我们这帮朋友认为 住这个独院,实际拿手枪做家房 也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那么我们这个圈权里头的人认为 在住这个house的家庭防御的时候 这种散弹枪应该是更有优势 首先这个散弹枪非常简单 它打的时候也不需要你瞄准 你只要对到这个方向,抠动扳机 就是打出去以后 这个一平方米左右的地方肯定是能中弹的 这个不是你手枪能比的 所以手枪的话 你要是不经常练习 你隔一个五六米上打中一个目标 也是非常困难的 特别在这种慌忙的时候 想一枪击中还是有难度的 另外从这个安全性上来说 你这个手枪呢 你要是放到家里头 那你要是不上膛 可能真正你需要用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忘了上膛 这种情况是经常会发生的 另外就是手枪上了膛以后 我个人认为啊 它也不是非常安全的 你毕竟是一个上了膛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帮玩弹枪的人呢 我们认为啊 家防的也许这种散弹枪优势更强吧 另外我们看这个美剧啊 你看啊 当这个家里头有情况以后 这些人拿的基本上都是弹枪 很少说是家里头来的盗贼 人掂了一把手枪出来的 你们自己回忆一下 在这个剧情里头呢 也是比较少的 还有呢 就是弹枪也比较安全 你就把子弹呢 上到这个弹仓里头 平时呢 你就放到家里一个 稍微隐蔽一点的地方 一般也不会出现问题 另外还有呢 就是弹枪的上膛的声音非常好 就是你不用开枪 你只要一上膛 这个外面的人啊 听到这个声音 自动就失去的走开了 这个我们的朋友里头 都分享过经验 当然弹枪我觉得也是不完备的 就是在这个耗子防御的时候呢 首先我觉得你要装上摄像头 你像一个独院的话 你装一个八个点的摄像头 基本上是前后左右都能看清楚 那个也就是花上几百块钱 自己都能装 我觉得那个是有必要的 你装了监控以后啊 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去看看那个屏幕 我先开始装了以后 我觉得有点不习惯 你看了几年以后 你就觉得 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你会不注意的把它去扫一下 这个呢就非常重要 你就能掌握你家附近的动态 假如说你喜欢的话 养一条狗也比较好 画面毕竟是静止的嘛 如果你有一条狗的话 它经常如果附近有人走动 狗也会发出警示 那么我们曾经一个朋友呢 他分享的就是 他注意到他们家这个附近啊 已经有连续两三次 有两三个人呢 就是在他家这个前后转来转去 他已经发现了好几次了 那么他就比较注意 然后有一天呢 他在监控里头看到呢 又有三个人呢 开了一辆车 听到马路对面 然后呢 另外两个人呢 到了他家的这个后院门口 就是车库前面吧 他的这个枪是放在那个电视柜旁边的 他就从电视柜旁边 把这个枪一拎 然后他就到了后院 隔着墙 他也没有坑气 他就上了一个膛 然后把枪往肩膀上一扛 拿了一支烟 一点 他就在那车里面等着 然后他就听到那个脚步声 刷刷刷就走了 对不对 那么你想想 那肯定是听到这个上膛的声音 他直接就跑了嘛 他就知道他一旦进门 这边就要开枪呀 对不对 所以这个警告作用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家房的时候 预防这个小偷进到家里头 比他进到家里头再打他 比这个要重要的多 所以你不要等待事态 发生到那个程度 才拿枪去打他 我觉得那个理念都有点问题 我觉得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不要让他进到家里头 让他知难而退 那么我这把弹枪呢 是莫斯伯格的 实际这个枪也很便宜 也就是五六百块钱吧 他不是全自动的 全自动的就没有这个声音了 我觉得初级入门的人呢 可以买一把这种 莫斯伯格这种枪 打链也可以用 这种弹枪有很多种 还有这个全自动的 你也可以买双管那些 后面我们再介绍 今天我们就说这个最初级的 你可以先买一把这个 体会一下 就是几百块钱 非常的好用 我觉得如果您住在house里头啊 有一把这个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那么它的操作也非常简单 我是在枪棒上呢 复装那个子弹弹 实际打链的时候也就是这样 这样就够用了 然后你要是平时放到家里头呢 你就把这个弹仓里头 这个弹仓里头装上五发子弹 因为这是五加一 就是你可以弹仓里头装五发 枪膛里头再装一发 但是我觉得为了安全起见啊 你就在这个弹仓里头装上五发就够了 你看这样子 我这个是空弹壳 不是真子弹 所以安全性大家不要操心 这样的话你就是在这个弹仓里头装上五发 这就是五发装好了 枪膛里头没有 实际你可以打开枪膛里头再加一发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就行了 因为你枪膛里头再有一发的话 就是处在一个待发状态了 如果你保险是打开的 不注意它就会激发 猎枪的保险呢一般是在这 它正好是跟那个板机呢是相反的 你要把这个推上去板机扣过来 这样就发了 就你开上去扣板机就发了 所以这个大家什么时候开保险 自己要有一个把握啊 目标没出现钱 就不要乱开保险 保险打开以后呢 它这个地方出现的是一个红点 你就知道保险是个开的状态 但是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 拉下来它是保险是闭锁的 推上去保险是打开的 对不对 那么平时呢你就这样就闲了 就是抓上五发子弹 保险呢关着 你就放到家里头 然后有情况以后 你确认了 你就把这个子弹就上弹了 这个时候枪里头就有一发子弹 然后呢你打开保险 然后这样就激发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保险的 实际这种弹枪呢有很多 莫斯伯格呀 CZ呀 雷明队呀 都有这种弹枪 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吧 我个人觉得呢 作为住这个毒院的 买一把这个呢 放到家里头去家房的 比那个手枪呢 应该是更保险 另外就是上弹的那个声音 绝对就有下退敌人的作用 另外这个枪呢 还有一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就是这个枪啊 正常的时候 就是能打到30米是有效射程 就是我们去打猎的话 基本上就在20多米到30米之间 这个是有效的 那么你要想打得再远一点呢 那么这种散弹枪呢 它都有一个恶流器 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这个东西实际是装到枪管里头的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就是它以前这个枪就带一个 那么我们把它卸掉 把这个以前这个标准的这个卸掉 这样它有一个专用扳手 这样的话就把它这个 标准这个恶流器呢 就换出来 你看它这个是比那个短 这个就是上去 或者跟枪管是平齐的 这个呢就能打到将近30米吧 就是这个样子 根据子弹的不同啊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恶流器 再上进去 这样你把它拧紧 然后呢再拿这个掰手 这样把它剪一下就行了 对我这样的太紧了 剪一下就行了 像我这样的手筋大的 就是拧紧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的话 你看这上面啊 实际就加了这个一英寸多吧 但是在射击的时候 它就能多打10米 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 本来你打30米 那么加了这个以后 基本上就能打到40米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打兔子非常有作用 那么你要是短了10米 那兔子跑远了 你就打不上 这样的话也会增加你的这个成功率 因为这个恶流器的这个原理是啥呢 实际让我说 它翻译成恶流器不准确 实际这是个速弹器 它有一个很小的坡度 就是把那个枪口啊 本来是一个平行的吧 它这个速弹器是这样 把它收紧了 就是这个散弹出枪口的时候 它把这个弹塑紧了 这样的话就打得更远 你要没有力的话 就是出来以后很快就散开了 那么它就是一个标准的距离 就是这样的 最后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弹枪的退堂 弹枪的退堂呢 它在这个扳机附近呢 有一个按钮 各个枪有不拖 这把枪的按钮在这 你把这个按钮这样按了以后呢 这样子 就这样子 就是个子弹就出来了 声音很清脆 就跟那个电视上演的一样 你整个退完以后 它没有子弹出来了 这个时候你这样打开弹枪 往这个枪管里头看一下 没有子弹 这就确定枪里头没有子弹 这个枪就是空堂的 那么有关那个弹枪的线堂呢 就是这样的 另外呢 这种散弹枪的枪管呢 都是可以更换的 你可以根据你的身高来确定 厂家呢 也有专门卖的短枪管 就叫做家房管 二手的呢 一百多美元 新的呢 两百多美元 那么今天我做这期节目呢 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 跟石头记介绍的家房呢 不同的一个思路 这也是多了一种选择嘛 就是你家里头增加一个弹枪 也许是另外一个选择 好吧 这期节目就先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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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